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只生物还处于出生期 无法控制整个虫群 但达格斯和其他脑虫还是控制着大部分的虫巢 你们之前在这里杀死的两个脑虫就是达格斯的手下 听着 如果那只生物成长起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一旦他觉醒 他就会像之前一样把我完全控制住 我不想这样 我也很确定你们不会想要这样 即使你说的是真的 我们的优先药物还是要拯救这个星球 而不是去袭击新的主宰 我们必须在被全部消灭之前找到乌拉基和卡丽丝水晶 那我来帮你们找 如果你们能击败在这附近集结的一重 就能削弱达格斯的力量 我的孩子们 你们必须抛开恐惧和疑虑 去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 在这段时间里 卡丽根会帮助你们 虽然他曾经是你们的敌人 但目前我们有共同奋斗的目标 给他足够的时间来证明自己 你们会发现 他将是个可靠的盟友 现在 你们必须专注于当前的任务 到布莱克西斯上搜索乌拉基水晶 不要让任何东西阻止你们将他带回来 我们会遵从你的吩咐 组长 但你不能期望我们会原谅卡丽根 对我族所犯下的罪行 执行官 准备好部队 我们站在下一次月亮升级前 登陆布莱克西斯 给他再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部落之间的冲突扩大的时候 这个星球和乌拉基水晶就被遗弃了 这些累累就是最近才到这里来的 有什么事了 哪里有需要 等待之时 回到速度 击击 越多大 击击 越多大 我们的折越矩阵在传送中损坏了 由于损坏严重 我们无法在这个位置折越行门 我们无法在这个位置折越来的 我再停 是 我 又怎麼了 好的 大胆的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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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的取动